奢侈的一件事情 但是 最关于娱乐圈那么多明星当中 有两个性喊的女明星 确定许多人都是分配子 她们就是韩雪和韩红 说到韩雪 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 除了当年学习成绩堪称雪霸之外 靓丽的外表 也被许多网友直呼女神 可就是这样一位美丽与智慧并存的女演员 混迹娱乐圈多年 却一直保持着不拍吻戏 不把自己当圈内人 不和圈内人谈恋爱的 三不原则 所以说她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也一点都不夸张 据她自己透露 很多人都认为她很大牌 但是她曾经看到过一个女星 平常大杯水 都得救人帮忙 让助理进门前 用酒精擦擦门 水杯不但要用矿泉水洗一遍 更是要用吹风机吹干 她才喝 韩雪觉得相比之下 那或许才是真正的大牌 另外一位女星韩红 相信更不用说 除了内地高台一姐的标签之外 公益天使 似乎成为了她身上 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表现 韩红每年不但出钱做公益 自己更是带头 投身公益事业的实际行动当中 作为一个能够把公益事业 坚持这么多年的明星 叫她一声大姐大 也毫不过费 对娱乐圈这些真正火之后 还能够保持原则 不忘初心的人 确实值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